景气回温似乎是有机可循 科技圈传出了加薪的好消息 齐美店7月份加薪15% 这是金融海啸以来最大的幅度 友达也平均6%到7%的调幅 日月光 生保和红海都更近了 就是怕有的大陆厂商以5倍高薪来挖角 台湾会在两岸科技人才的抢人大战中落后一大截 我们员工的待遇是不是会继续的调整 Yes 科技圈的加薪潮回来了吗 继郭台铭5月在上海喊话之后 面板双雄 友达和奇美店也传出要加薪了 听在一般上班族的耳里实在好羡慕 希望说也可以加薪吗 很难耶 现在台湾的财政我觉得可能很难 如果有的话当然最好 薪水提升是每个上班族的薪生 景气慢慢回稳 生保日月光 红海都陆续加薪3%到8% 以员工的绩效决定加薪的幅度 而友达在4月就有动静了 奇美电子7月加3%到15% 是金融海啸以来最高幅度 为的就是留住人才 立抗大陆厂商以五倍年薪挖角 怕大批的工程师被高薪诱惑 留到了对岸 在景气真正回稳之前先储备站立 去年用于金融海地区 大批的工程师被高卖的工程师被高兴 收拾的工程师被高兴